80%的患者几乎无症状 欢迎收看4月2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16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累积767人出院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208人确诊 累积确诊达3116人 新增5人死亡 累积死亡人数达50人 不过也有122人治愈 累积出院达767人 80%的患者几乎无症状 一般上肺炎感染者会出现发热、咳嗽 甚至眼红等症状 但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约80%的患者是无症状或者是轻度症状 他也说尽管武汉已经成功终止了冠病的传播 但中国依然实施隔离 因为海外中国人把病毒带回国 因此他认为 大马必须要对回国的国人隔离14天 富贵集团捐出570万 病毒无情但人间有爱 富贵集团捐献了一批医疗配备 包括8700套的医用隔离衣 60万个医用口罩 3400副防护罩 以及20台的呼吸机 希望为大马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略尽棉薄之力 协助他们更好的对付疫情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天气炎热不怕 MARO让你头皮清爽 天气炎热让你头皮难受 来试试日本男师弟护理品牌 MARO来洗发吧 MARO 3D Volume Up Cool洗发水 拥有抗扁塌 强健法 浓发感 三大功效 它含有世界首创的Defense Cup成分 独家配方调理头皮 MARO的3D Fiber X 还能让头皮蓬松度 增加多达1.5倍 更立体 炎热的天气 使用MARO洗发水 绝对让你清凉爽快 预知更多MARO 3D Volume Up Cool洗发水的产品详情 请扫描二维码 感谢MARO赞助本集的新闻最热点 让我们有能力继续报道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您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欧美人开始接受戴口罩 相比起亚洲人 欧美民众普遍抗拒戴口罩 但随着面对欧美失控的疫情 原本的排斥慢慢变成了接受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星期二表示 近期内可能对全国建议 在公开场合戴口罩 以预防病毒传播 挑战禁足令 山羊趴趴走 伦敦的民众被禁离开家门 许多的地方都变得空无一人 而英国威尔斯的一个城镇 出现了一群山羊大胆挑战禁足令 结群的在街道漫步 有不少的网民表示 羡慕他们的自由自在 韩国的一名小提琴手和医院 连办了一个特别的音乐会 在隔离病房的走廊外 为房间内的一家人演奏古典音乐 小提琴手表示 医护人员和病人都非常艰苦 能够为他们演奏 让他感到欣慰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感谢 这位用音乐来送爱心的小提琴手 听音乐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疏解压力的管道 那么大家在家里 如果感到压力或者是无聊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剂 接触不同的音乐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回给宾宴 谢谢 新冠肺炎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我们被限制在家里 但其实已经比那些 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好很多了 大家不妨趁这段时间 去完成你们的梦想 我之前的梦想 就是想答应一名新闻主播 所以就趁这段时间 亲自去完成这个梦想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祝你们一切平安 健康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